大家好,我是SENHO TV的SENHO 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是MVC 当你在刚刚接触到NSP多年的时候,你应该会注意到MVC MVC的第一个版本是在2010年后出现的 MVC,Stand for,Model,View,Controller 想了解什么是MVC其实很容易 你可以通过一些官方式的解说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解说来了解 现在我将以这两种方式来解说MVC 故事 你突然间在午餐时间觉得非常非常的饿 然后突然你心血来超的想要吃汉堡包 所以你决定了选择去麦当劳 到了麦当劳,你看到了麦当劳的摆设 做一排版和可爱美丽的服务员 你先按可爱美丽的服务员点了个七色汉堡 或者前后你先排队等待你的汉堡包 等了一段时间后你的汉堡包终于来了 打开看里面有你要的七色油油 有你要的玻璃和鸡肉 好,解说M4 在这里的cheese,包菜,鸡排和Cirret 可以代表的是model model可以是一个连接资料库 或者是要做database的class 它可以在controller改变资料库之前 验证资料库的逻辑 也就是validation logic 以其规则意思说 controller也需要通过model 来呈现资料库database的资料 Data到view V4 这里的麦当劳版色 座椅版面和可爱美丽的服务员 可以代表的是view view就是你看到的界面 C 这里的这个动作叫做 点了七色汉堡 复了前后你先排队等待你的汉堡包 可以代表的是controller controller就是 对这个界面 也就是view做出的指示或者反应 通过controller你可以改变界面 也可以改变资料库 也就是database 以上就是今天所要分享的影片 然后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对这个影片有什么感想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还行的话 请帮我点击like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订阅圣号tv 每周可以公开新的影片 订阅圣号tv 订阅圣号tv 每周可以公开新的影片